小英這梗圖發不完 但是也騙人騙到最後一刻 除了這個 你早教我們什麼時候說 要停建 不是 停建三階 我們只是說遷移三階 但他就給你說是反三階 那譬如說萊豬是反萊豬 但是他就給你應扣說反美豬 甚至反美 那我們看到關鍵的這個 反萊豬公投這部分 最近很多的民調都出來 大家都有看到 那其中這是關於TBS的最新民調 那他引起大家討論 主要是因為 大家認為最有希望過關的 就是反萊豬公投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曲線這個數字 到了這個 從過去的大幅領先 到最近的一次的民調 你會發現其實大幅縮短 而且短短10天之內 他同意和不同意 已經差距只剩下 不到10個百分點了 所以差距縮小到只剩10% 這代表什麼 我先來請教 目前在我們線上是 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洪威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是 我們覺得最有希望過關的 就是反萊豬公投這一項 可是從民調上面來看到 其實這是不是透露出一個警訊 也就是說搞不好 連這個反萊豬公投都過不了 再加上 再加上現在我看到目前到2點 全台最高投票率是 台北市35% 那目前投票率不高 所以看來整體來說更不樂觀了 我覺得今天四項公投 包含反萊豬公投 他能不能過關 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還是整個投票率 因為現在看起來 投票率並不理想 所以拜託大家 如果趁最後的一點時間 第一個 如果你還沒有去投票 一定要趕快去投票 如果你已經投票 請你趕快去吹票 那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那至於反萊豬公投這一項 雖然可以看到TVS的民調 那大家之前這兩天 可能有一點沮喪 說怎麼樣本來同意 比不同意領先非常多 看起來這個差距在縮小中 可是在這個民調裡面 同意票的領先 他還是在統計數據上 是極有意義的 而且另外一個就說 大家不要有沒有注意到聯合報 他之前他有一個新聞的報導 就說美豬進口今年掉了86% 他其中還有一項調查 也就是說反對萊豬的 仍然有大概5成5左右 那所以這可能是兩個民調 呈現了兩個不同的數字 那最重要 我還是覺得就是今天 我對反對萊豬公投 我有信心的是 只要我們的這個門檻 能夠超過的話 同意票一定還是會超過 不同意票 所以現在最擔心的是 最後出來的數字 雖然同意大過不同意 可是如果你沒有超過這個門檻 你這個 對這個公投 還是沒有過關 這到時候大家會留下一個大大的遺憾 另外我要跟大家特別提醒 大家看到今天很多政治人物都去投票了 其中有一個政治人物 大家可能也嚇一跳 他也回來投票 就是謝長平 這是我們的駐日代表 幫助日本的代表 謝長平還出來投票 我要跟大家講 今天政府是用說 我們台灣要加入CPTPP 所以我們不能反萊豬 對不對 這次幾乎是這次政府 整個針對反萊豬公投的主調 主旋律 如果他為了要加入CPTPP 說要讓我們吃萊豬的話 而且還不能夠用公投反對萊豬 那接下來 馬上就會告訴你 我們要吃核食 我講在這裡 我相信一定會成真 如果反萊豬公投不過的話 接下來附送給你的就是核食 因為大家都知道CPTPP 最主要的會員國是誰 是日本對不對 日本已經非常清楚告訴你 如果想要加入CPTPP 第一個 你一定要開放日本的核食進口 所以今天的反萊豬公投 他真的是一個食安公投 他會決定餐桌上要吃什麼 所以在最後的半個小時的時間 拜託大家 如果你為了你的健康 為了你下一代健康 一定趕快去投票去推票 好 對 投票最重要 還有時間 謝謝紅衛議員 看出來這紅衛議員說 其實他目前對於 這個反萊豬公投這一題 還是有信心的 可是就很怕你知道會隱恨 最後就算同意票高過不同意 又怎麼樣 可是你沒有跨過那四分之一 百分之25的門檻的話 也是百搭 因為你也會發現說 這個為什麼我們說至關重要 因為蔡英文真的急了 我不要過去這24小時嗎 事實上這12小時以來 我就會發現他的臉書狂發文 甚至狂錄影片 一直不斷的出來講 一直出來吹四個不同意 更別說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 他在他的梗圖 臉書 從頭到尾他就是硬給你凹 硬凹他不說公投主文上是反萊豬 他直接跟你講是反美豬 所以你可以發現民黨政府 有一連串似是而非的言論 我們來一一戳破 其中他們特別喜歡提的這一點說 為什麼過去他們是嚴格禁止 現在OK可以開放了 因為是按照國際標準 2012年Codex的標準 所以他們覺得可以容許 這個萊豬進口 好 那我要講的是 如果是2012年國際標準的話 沒有 在這之後 你民進黨的立委 還不是反萊豬反萊牛反得非常兇 我還記得當時的陳亭妃 他要求馬政府不能夠只標示產地 他甚至要求要標示 來牛身上 牛肉身上 每一塊的瘦肉金含量 更別說還有田丘錦 田丘錦在國會議堂 在立法院他甚至說 我們要比Codex的國際標準 來得更嚴格 2016年的那份提案 大家看到了吧 林靜宜她說來記零容忍 所以趙欣怎麼看 那關於萊豬這個選項 你到現在為止 你也是跟紅衛議員一樣 有信心嗎 這個民進黨政府的雙標 人民都看在眼裡 這就是為什麼 不管投票率高低 反萊豬這個項目 在人民的心中 從來沒有反轉過 他可能拉近 是一個政黨的表態 或者是政黨的 或者是民眾的表現的一個遲疑 遲疑是因為 這個資訊被混淆了 但是這個過去的雙標 還有民進黨在過去反對萊豬 成功的升職人心 到現在自己要嘗受人民的反彈 這是民進黨自己要去面對的 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一次公投 確實呈現出來 公投法很多的缺失 比如說我們這次看到了 所謂的謠言滿天飛 第一個反萊豬跟反美豬 根本沒有關係這件事情 但民進黨卻可以 大啦啦的高力看板 說反萊豬等於反美豬 這個如果是在選舉的話 基本上是犯法的 有意圖使人不當選 但是公投法卻沒有意圖使公投 不過關這樣子的一種 規範真實資訊顯現的 這樣相關的法律 所以導致民進黨 我們剛剛提到了 他真的是用最低的道德 就是法律 法律沒有規範的 即使是說謊 造謠 騙人 他都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一直去推廣說 反萊豬等於反美豬 但是我們就請問大家的 請問反萊豬公投如果夠關 美豬可不可以進口 反萊豬公投如果過關 美豬可不可以進口 可以 只要沒有萊劑的美豬 大家都很歡迎 所以請問一下 這樣子反美是在反幾點 但是民進黨卻不斷的這樣子 拉高到一絲形態的層次 讓很多的民眾 到目前為止 仍然覺得萊豬有問題 但是搞不清楚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 是民進黨政府的一個連環套 包括在新聞自由上面的前置 讓對稱的資訊可以展現 這樣子的方式 他都把它拿掉 所以導致人民的聲音 沒有辦法透過對稱的 對稱的管道 比如說中天新聞的頻道 讓更多的民眾知道 對稱跟均衡的資訊 所以最後民眾 可能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 缺乏出來投票的意願 所以導致到目前為止 我們講說投票率 很多人根本就還不知道說 原來這一票投下去 是可以影響到自己 能不能夠吃萊豬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但是民進黨政府雙標的印象 在人民就像畢竺姐剛剛講的 那是一個非常深的烙印 今天如果公投假設有幾項 是因為門檻的關係 沒有過關的話 最後我相信同意票 還是會大於不同意 也就是人民在心中 他可能沒去投票 可是他覺得你民進黨 還是不能信賴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負面印象 他很可能到最後 是讓人民展現在 他覺得更有效能的 對人的投票上面展現 所以你覺得如果說 這次公投真的怎麼樣 公虧一愧的話 民眾就算不會有一種感覺說 以後再有再多的不滿 好像也都很難再有機會 可以推翻民進黨政府 也不用這麼悲觀是不是 包括我跟羅志強在有一天 在杭州南路上面的 早餐店在吃飯 他看到有這個人 看到我們好熱情 來說加油 我們支持你們 但是他講一句話 我們去投票有用嗎 很多人都這樣講 他投票意願非常低落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政府 在過去的公投裡面 他覺得說他們投票這一次 沒有辦法讓民進黨政府 Follow人民的意志 所以這不代表人民的意志 去支持民進黨 而是他對這個制度 本身產生的懷疑 所以他覺得說有效的方式 是要透過對人的投票 把人換掉 讓有效的人 來執行這個政府的政策 所以這樣子是怎麼樣 讓公投法的修正 讓民進黨政府必須要遵從 公投法的這個制度的指示跟指令 因為我們看到公投法 在很多法條上面 他沒有法則 他的象徵意義 都遠大於實質的執行意義 然後他漏洞很多 你可以再透過公投法 造謠聲勢 你可以透過公投法 這個我們講陽奉陰違 而得不到這個政府 或者是說這個制度的懲戒 監察院的懲戒 或者是其他法院的懲戒 所以公投法相關對於政府 執行公投這個意志的修正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接下來 必須要去努力的方向 對 就是你剛剛點到了 公投法有一些模糊地帶 模糊空間 以至於民進黨在這個空間當中 很容易操弄 他透過的一些畫素包裝 為了